兄弟们完蛋了 我刚才我刚才边开 我就听车后边底盘有一响 有一响我就哼响 就是很响 就像呱里呱底盘的声音 然后我就把车停在到边 我说你来检查一下 我把双三打着啊 然后 一看见可坏菜了 这看不见 在这 我的后弹簧舍了 我就觉得这几天那个后弹簧 有点不对劲 舍了几节不 手上车这个 我就觉得这几天不对 我现在刚过了昆仑山丫口 我不能再往前走了 我只能往回走了 我买了弹簧了 发了 但是那我看看我让他改地址吧 改戈尔木吧 我得往回走了 回戈尔木了 这要再往前走的话 到无人区我就废了 我贪簧 我贪簧其实今天刚买的 我准备发西藏去 结果刚过昆仑山丫口 又不行了 所以说现在得慢慢返回 武道梁 返回那个戈尔木 返回戈尔木一百多公里 应该是没啥问题 走吧 回去吧 怎么长呢 哎呀 事事无常 大肠包小肠啊 合适零地 开了五六个小时啊 就不点不点三十多卖 他们开啊 不敢开快乐 我开回戈尔木来了 现在在戈尔木一公园边上 这是芒 芒哥公路 边上 晚上还挺安静的 现在这点不纯 在这儿露营了 然后一会儿做点饭吃吧 明天到那个 七倍城去看看 有没有这个配件 如果没有 就得等几天 等快递了 但没办法 简简单单吃点拿把 把这个羊肉泡一泡 这还是昆仑山泉的水呢 用昆仑山泉的水炖羊肉 能不能好吃 这两块酱 看看 炖羊肉 赶紧把沫都擦完了 没有汤就 来的 高次 温九 仁川 作家 7个小米辣 这是我车上唯一的叶子菜了,白菜 放里边一炖 炖一会儿,羊肉再炖一会儿,炖少了,时间短了,不烂 炖肉好了,尝尝羊肉汤怎么样 太咸了 我去洗个囊去,吃个囊 对胃口啊,一个大忙,来点汤,来点羊肉汤 你喝 看看 哎呀,太美了 来块羊肉 嗯 好 啊 嗯 嗯 嗯 哎 哎 他们不要吗 这里边是瓶子 还有那个氧气的罐子 瓶子你们要不要 瓶子 瓶 哦好了我知道了 我说这是瓶子 你们不要吗 瓶子 这个是瓶子 这里是矿泉水瓶 还有这个边是氧气罐 你可以卖钱的 从山上剪下来的 我到这个哥尔木的七倍城了 现在把它升起来 看看什么样 然后好像是没有现成的弹簧 怎么好 这边发货 哎 真好 直接下来了 直接就下来了 是山街吧 你看我没啥话 这换也快 这边是 我把简针一直挨不都换上了吗 这边摊簧也不行了 也没啥劲的 这碗一换就是一步 我知道 要不一边高一步 是 我连简针都买了 都发了 发拉撒去了 发拉撒干啥呀 我上拉撒去呀 我说到前面 你回来 你出来了 他到了 已经到了 到了没用啊 但往回发更麻烦呢 把这边发更麻烦了 对呀 没有火 看看有啥吗 他这好像有欠茬 看 这都不是断了 看 这都不是 不是断了 断了时间长了 这个 他有欠茬 有伤 要不然不可能说 一下就断成山街 你这不是一次性断的 看了吧 这断了时间长了 但是 我检查好久回 没看见他断的 他没那个啥 他没那个啥 没掉了 啥打成大爷了 对的 哎 我是 我说 仔细看 我我我我 可能说每块看都比较粗 就是没没去看这块 欠茬这块 这儿啊 也是断了 多少钱啊 晃大一下断的呀 这个刚性东西都慢慢断的 这个没有 断没有慢慢断的 就一下了 就一下 就一下 要不他就原来有伤 有伤 断了啪茬就一下子断 对对对 多少钱 两百八一个 一个两百八啊 嗯 太贵了 对 那我还不如直接发 我发那样 给我改地址的 你发那多少钱 一百一啊 那你这边你走到新年兰州都拿不出去 那我这边发吧 发的发吧 真这边发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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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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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点糖的劲儿没有了 到这儿了 开一边等去吧 看一边等去吧 看一边等去吧 摘的一只 哇 这人家里发的也太贵了 那边发呀 那边发呀 那边带上就贵了 我发到西藏也是一百亿一根 都没有运费 你得往上发的啊 对啊 太贵了 嗯 你这是从哪发货啊 西宁 找个地儿停车 跟我发去 嗯 摊黄拿下来 现在车更不敢开快开了 就得隔着一档二档慢慢开 一档要炸呀 现在找个停车地儿等着吧 等个三天两天的 摊黄到了之后再混吧 哎呀 来吧 等着在哥尔木这边找了个停车场 啊 然后等着这个摊黄到 发的兴奏空运 啊 空运费就一百块钱 然后 现在骑着我小车去 找个面馆吃个面吧 自己都懒得做饭了 哎 上火啊 这是出来的相当不顺利啊 先是费了两根胎 然后这个摊黄又开始断了 哎 我的天哪 没法说了 走吧 行 你 接下来